时事基金会为了弘扬中华文化展现奇音会员的书画才艺 经过三个月的时间来筹备举办了一场奇音书画展 这场展览一共有超过200幅的书法以及绘画作品 让所有参观的来宾侨胞士相当的敬严 从大厅到礼堂 近240幅书法和绘画作品 传书 行书 历书 砍书和草书各种书体都有 以及生动精致的画工展现中华文化的精粹 让人忍不住停下脚步气息欣赏 时事基金会继2014年举办孙礼节书画展和于芳博书画展 引发许多奇音对书画的兴趣 经过三个月筹备再次举办奇音书画展 为了这次的书画展我们筹复了将近三个月 一定要了25位作家将近240幅作品 这个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 待会儿你们就请各位慢慢欣赏 这次的书法有传书 立书 行书 草书 砍书 还有词古文 中定文 还有各个很多的书家带着孩子们来学习观望 非常好的机会 那绘画呢 有些公笔画 其实公笔到了极致 非常值得欣赏 包括库比蒂诺市议员张钊富 加州众议员朱赶生 及超过200位乔胞出席开幕仪式 一致肯定这场书画展 有助提升湾区民众的艺术兴趣 增加对中华文化的认识 我首先要感谢时事基金会这么多年来 服务我们社区对我们社区有相当相当大的贡献 所以看到这八个大事 上善落水后的债务 的确确实是一个 对于我们时事基金会这么多年来 服务的一个很好很好的一个影像 感谢时事基金会 给我们侨胞这么好一个机会 能够欣赏我们这些湾区的民书法家 展出的作品非常丰富 争吵力转各种体都有 所以能够带动湾区 我们侨胞对书法的兴趣 同时也推广我们的书法文化 参展的25位作家都是时事基金会的会员 年龄从65岁至101岁 大家一起切磋记忆 也从生活周围找寻题材 透过毛笔水墨 使作品更加生动活泼 我们一直有一个 这个很重要的主题 就是要把这个在身边 很有趣的事情 把它画下来 那我们是画这个花鸟 那就是食物啊花啊什么都是 而且画的比那个真的 好像你真的花呢 要比它画的还要生动 那才有意思 因为你画的跟花一样 没有什么意思 你就是照相就可以了 可是我们用中国的毛笔 怎么把它用水墨的方法画下来 然后又要很雅 然后又很多人欣赏 时事基金会自2000年成立 定期举办郊游 电影欣赏 书画等活动 在服务湾区华人的同时 也致力弘扬中华文化 参观民众对这次书画展 评价相当高 给予参展奇音莫大的鼓励 台湾宏观电视黄本初 美国盛和西采访报道 美国盛和西采访报道 美国盛精播道 美国盛存在